EDU 2016 USB隨身碟快速複製的方法 那我們有做一支32GB的隨身碟 直接把系統安裝到隨身碟裡面去 那這樣子你可以 回到家之後直接使用它開機 開完機就可以正常操作 那問題點會說你怎麼樣去重置 首先你必須準備一支 隨身碟 再來你請你把 這個 Zip檔下載 它的位置在 FTP 斜線斜線163.20.108.15 下面的FTP裡面的EDU 2016 調夾裡面 最下面這個有一個USB install EDU 2016 這個Zip檔 請你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你一定要記得 把它放在 根目錄的最外面 解壓縮 解壓縮成這個 那像我這邊的話我是把它下載成這個Zip檔 把它解成這個 記得 記得 放在最外面 放在最外面 方便我們在 空Zilla Live 還原的時候 它會比較 不用進那麼多層可以去選 如果你是 家裡是Windows的 一樣 你進來之後 你要記得 一樣去把它下載 那我是把它放在另外一顆硬碟 這個Zip檔 解壓縮出來在這裡 它只有一層 它只有一層 記得 那 你可以選擇放在吸碟 最外面 那目前我這個系統因為是用使用所謂的 動態硬碟 所以 在空Zilla Live的時候 判斷會有點 錯誤 所以 我不放在吸 我放在另外一顆磁碟裡面去做 好接下來就示範 如何快速的還原 成你的 到你的隨身 隨身碟裡面去 首先把你的電腦關掉 然後 下載空ZillaLive 做成開機隨身碟 或者你直接使用什麼 光碟 ISO檔 像我這邊有一個空ZillaLive的 ISO檔 我把光碟掛起來 那系統裡面我選擇使用光碟來開機 那因為各家Bias不盡相同 所以請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調 好 那如果你的系統是有隨身碟可以開機的 你可以按Hack key 然後直接選擇隨身碟開機 那我這邊就直接選擇使用光碟機來開機 下啟動 這時候他會使用 我們的 光碟來開機 或者你用隨身碟開機 我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目前我比較喜歡用的是 ToRain這個選項 因為 他只要載入記憶體之後 這個光碟或者隨身碟已經 不是那麼必要 你看到 選項畫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把隨身碟或光碟卸掉 像你看到這個 這樣子的畫面的時候 當然首先我們是 台灣的 所以我們選正體中文 然後不要修改鍵盤 選擇使用再生龍 選擇使用印象檔 來掛載 選擇使用本機 他這裡會告訴你說 隨身碟要插進去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把裝置裡面 把隨身碟掛進來 好 接下來我按Enter進來 好 這裡顯像出 他看到有一個VisualBox的 一些幾個硬碟狀況 有一個他讀不太出來 這就是我剛才我不放在C碟的 原因 所以我這邊先跳過去 Ctrl加C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不會用到那個C碟 第一個問題 他問你說 Home底下的拍音密碟放在哪裡 我剛才是放在 第二顆硬碟 那你簡單看一下 哪一顆 最有可能的是哪一顆 這個是100Windows的 這個是C碟 然後這個是 我的隨身碟 隨身碟 這個是隨身碟 SDC是隨身碟 32GB的隨身碟 所以 這一顆 SDB是我的低碟 新增的 VisualBox的硬碟 所以我選擇這一個 因為剛才我是用 這顆硬碟來放印象檔 所以這裡要選對 記得 如果你是實體硬碟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那麼急的把隨身碟插入 這兩個選項會不見 所以你不用緊張 選擇這一個 SDB選對了 然後你要掛在哪裡 當然掛在最外面 這因為我們放在根目錄下面 好 它掛在起來了 按Enter 然後你可以 建議你選專家模式 不要選數學者文模式 為什麼 因為 各家的隨身碟 容量大小 雖然都是32GB 但是還是會有稍許差異 那ConeVisa 可以接受稍許差異 但是請你使用專家模式 好這裡 然後接下來 選擇印象檔 還原到本級硬碟 如果你只有一 一支隨身碟就選這一個 如果你有很多支隨身碟 你會選這一個 1-2這個 所以你看你有幾個USB洞 有幾個USB孔 你可以插30支 甚至10幾支進去 孔體檔是非常好的複製工具 所以好我現在只有一支 我就選這一個 好還原印象檔到本級硬碟 他找到了一個印象檔 就是這個 USB INSTALL EDU2016 這個 選擇按Enter 好他問題要還原到哪 SDA這個不對 這個是我們的C碟不對 這個31GB的 這個 我是32GB 算出來不太一樣 有些31.6 有些32 有些31 點多 反正各家隨身碟不進匠頭 所以為什麼要選專家模式 就在這裡 好我選擇 31 專家模式就在這裡要注意 選擇哪一個 略去檢查 空間是否夠大 這個 請你按空白鍵 把它 信號mark起來 這樣我們的空氣雜 Live 就不會 管你的隨身碟是不是 夠大 按Enter 往下走 使 這邊直接使用印象檔 就中的印象檔分割表就可以了 這不需要動 那 要不要檢查印象檔的完整性 那我們今天為了節省的方便 我們就不 省略 不去檢查 一般建議你檢查一下 你下載的印象檔是不是有完整 今天就 省略 做完幹 做什麼事 那我們就不要做任何動作 他告訴你說 他會幫你下層這個指令 按Enter繼續 接下來 說 你要做什麼 請你按Enter繼續 對我們就往下走 你真的要還原嗎 按4 按Y 再問一次 再按Y 這個 他會問兩次 確保你真的是要還原 因為 隨身碟東西會完全不見 接下來他就開始進行還原了 那這樣子做出來隨身碟你就可以開機 然後是一個完整可以安裝完成的 隨身碟 那目前我是 用 虛擬機在還原 所以他的速度 並沒有 到非常非常的快 我們在這裡暫停一下 等還原完再給大家看 畫面 經過約莫10分鐘 那看就看你的隨身碟 寫入的速度 還有你的USB孔是 2.0或者3.0 速度越快 那他寫入的速度 還原的速度就越快 那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有印象檔 請你使用 空機在Live 把它還原到 32GB 隨身碟 還原的時候記得選擇 進階 進階模式 專家模式 然後選擇 忽略硬碟大小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可以完整的把這個 印象檔 還原到你隨身碟 接下來就是使用隨身碟 開機 你就可以看到 完整的 EDU 2016 然後直接用隨身碟來啟動 完全不影響 你家裡的作業系統 是什麼作業系統 這是 EDU 2016 如何把 USB的印象檔 還原到新的一支隨身碟上面 的操作示範 那如果你做完之後你就可以選擇把它關機 然後 直接找一台機器來試試看你做的隨身碟 是不是有做完 好 是不是有做成功 好到這邊已經做完了按Enter 然後你可以選擇怎麼樣 關機 好這樣子我們的操作示範 就結束了